远古文明通古斯 通古斯这个词出现于近代 在学术界中它大体上代表着三种含义 就是通古斯民族 通古斯语系 通古斯地区 那么通古斯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即使许多学有所成的专家 也说不清楚通古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因为它涵盖了很大的区域 对于普通人来说 通古斯从起源到发展 直到今日人无从考证 所以通古斯神话中就有记载了人类的起源 而通古斯文明还称 萨满就是天国意志的传播者 是上帝与人间的中间人 通古斯大爆炸又为什么在通古斯发生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通古斯王国 在地理学上 通古斯地区是指亚洲东北地区 大体范围包括南起北纬40度 北至北极海 西至耶尼塞河 东起太平洋地区 所以有人说通古斯是一个国家 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通古斯命名的政权 所以史学界不承认通古斯王国的存在 通古斯民族和满语民族是古老的民族共同体 发源于古贝加尔湖附近 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 包括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满族与西伯族 厄伦春族 赫哲族 厄文克族以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 奥罗奇人 乌底盖人 乌尔齐人 雅库特人 纳乃人等等 所以人口大约是在1000万左右 其中主范围现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满族 有900多万人 数万年以前 通古斯满语族的祖先就居住在贝加尔湖南部的草原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 他们在水草蜂窝的贝加尔湖地区 完成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过渡 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 通古斯满语族中的一部分人就离开了原生的生活地 来到了东部的黑龙江的中上游牡丹江 乌苏里江流域 后来发展成为女真族和满族 没有迁徙的通古斯满语族则在当地继续生活 后来被说突厥语的外来的民族逐渐融合 源于同于祖先的通古斯满语族人在分支之后 在不同的环境中逐渐就演变成了南北两支 即北通古斯族和南通古斯族 满族人就是南通古斯人 赫哲人的体制则介于南北通古斯人之间 其余的通古斯人皆属于北通古斯人 在外表上还有一定的区别 因为南通古斯人的外表具有长面 直笔眼距较近 眼睛较小 双眼皮比较少的面部特征 比较接近蒙古人 而北通古斯人具有脸型较宽 皮肤颜色发蓝等特征 但是南北通古斯人 毕竟同属于一个原始的族群 并且一直都存在通婚的现象 所以各方的特征都是相对的 所有的通古斯人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 就是他们全部都相信萨满 萨满是通古斯语中的一个词 这种早期的宗教形式 涉及了灵魂的交流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人民中 现在仍然存在 而萨满一词也可因意为山蛮 查马等的 该词是源自于满语 以及其他通古斯语的语言 萨满 也是代表了智者的意思 在北印第安语中 也有萨满一词 是指部族精神领袖一类的人物 在传说中 萨满就是被上天任命的 他是一种天国意志的传播者 是上帝与人间的中间人 当他们进入恍惚的状态的时候 萨满就通过舞蹈敲打手骨 或者是其他神圣音乐制作的手段 来翻译神的意思 所以萨满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 敬畏天地万物 将人置身于宇宙的运动之中 不破坏自然的规则 在日常的生活中 时刻与自然界互动 自觉的保护自然环境 通古斯民族内心是知修有理 内心祥和泰然 在心灵上更接近于人本真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的文化可以让地球的生命 深深不息循环仿佛 从而就造就了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 萨满文化中的北极星崇拜 让北韩代的黄种民族 在长期观测北极星的过程中 发现了地球的岁差 无论迁徙多远 都会以北极星进行北天定位 建造建筑物 以示不忘记北方的故土 古老的萨满教则永远的把天神 放在他们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所以通古斯语称为恩都里 认为他们就是人世间 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 这里也流传着人类神话的起源 传说上古时代 人是由恩都里 也就是天神下凡捏造而成的 如今人在出汗的时候 搓一搓身子还真能搓出泥来 这就是恩都里当初 捏泥造人遗留下来的 恩都里造完人 又在又凉又湿的地方 把人都摆了一大片 让男的屈膝跪下 女的盘腿坐着 所以现在很多北方人的膝盖骨 就会发凉 女人的下身就会寒大发寒 这也就是恩都里当初造人时 由于粗心大意而留下的遗憾 突然有一天天边出现了乌云 恩都里知道暴雨快来了 便急忙的操起这个篱笆 收拢地上的一大片泥人 结果泥人群里面 有的断了手脚 有的伤了耳目 从而也就反映了人间 有些人天生一生下来 就残疾或剥足 眼瞎耳聋 这都是恩都里慌乱的时 而留下的后果 由于远古时代 这个当时的生产力 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条件有限 所以通古斯人对于人体 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 进行源自内心和神圣化的解释 通古斯另一个人类的起源的神话 讲的是天地浩劫 大洪水后人类的诞生 故事就说 天和地原先是粘在一起的 天就像一口大锅 扣在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地之上 一只长脖子的鹤 就把天顶了上去 从此天地就分开了 鹤立在天地之间 他是用一只脚支撑着 每隔三年 他就换一次脚 那么每换脚的时候 大地就会摇晃 这也就代表着地震 过了多少万年之后 洪水就把大地淹没了 那么大地上的一切生命都灭绝了 这场浩劫之后 才出现了人类和一切的生物 这样才产生了繁衍生息 这就充分说明了水 对于通古斯民族的重要性 通古斯人生活在草原 山林 森林和湿地中 湿地中自然有仙鹤气息 原形的异象就诞生了 通古斯族的仙鹤崇拜 这正是萨满教 万物有灵的信仰的作用 说明在通古斯人的印象中 原始状态的天地世界 是不稳定的 经过洪水的洗礼之后 世界的雏形 才基本的固定下来 经过洪水洗礼 过后的世界焕然一新 在纯净稳定的自然条件下 人类才可以诞生 他们还认为 石头像水一样 在神话中 是孕育宇宙的 第一生命的母体 满足的神话中 有一位叫做 多阔霍的女神 相传在天地未分开的时候 这位古老的女神 她就住在石头里面 郁郁着光与热的宇宙大神 天母阿布卡赫赫 被恶魔耶鲁 骗进了大雪山 巨大的雪堆压着她 动恶难忍 于是就吞下了 雪山底下的石头 和石头里面的多阔霍女神 而多阔霍的热火烧的 阿布卡赫赫坐立不安 一下子就撞出了大雪山 之后热火烧的 阿布卡赫赫肢体融化 两只眼睛就变成了日月 头发变成了森林 汗水变成了西河 在通古斯的石头神话中 十分强调石火产生宇宙的意义 既是宇宙中最早的生命形式 石神亦是宇宙中最早出现的大神 它是世界万物发生的根源 是创造万物的宇宙神灵 在《萨满女神记》中记载 满族徐姓在其祖先神侠内 共放三枚白卵石 传言该是为远古萨满南迁石 从石洞带来的 他们世代恭敬了三百年 祭祀的时候 族人就要向这个白卵石扣礼 萨满送到 这是妈妈的祖石 母亲的祖石 光明的祖石 生命的祖石 万代开机的母石神祖 而萨满是北方民族原始信仰 起源甚早 在母系制度的社会里 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 萨满差不多就是士族领袖 其中被中原神化了的西王母 也许就是萨满酋长也说不定 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 西王母血处昆仑之丘 意思就是西王母住在昆仑山 在北方 而《山海经》中 西王母的形象则是 壮如其人 鲍尾 胡齿 而善笑 蓬发戴慎 意思就是很像人的样子 而戴上了萨满的面具 而萨满的面具上就是胡齿 各种装饰也是蓬发戴慎 善笑就是萨满祈祷的时候 高声的歌唱和发出的声音 通古斯人的后裔 在历史上建立过哪些国家呢 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通古斯人建立的国家就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不同的记录 商周时期通古斯人就建立了速胜国 春秋战国时期通古斯人建立了遗楼国 南北朝时期通古斯人建立墨吉 而隋朝时代通古斯人建立渤海国 从宋代开始通古斯人演化出了一支女真开始驻驻内地 一直到满族时期 清朝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 通古斯建立的第一个部落国家就是渤海国 这是个和唐代并存的地方民族政权 始建于698年 初称正国 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墨赫族建立 唐帝国时期对周边的民族政权奉行记迷政策 就是对旗下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笼络控制 委任他们为首领进行统治 而在705年渤海国就归附于唐朝 15年后 唐帝国为渤海国封策为北少国 与唐帝国南面的南朝国相呼应 渤海国的疆域出现于墨赫故地 大体上在今天东北大部 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俄国沿海附近等广大区域 渤海国全盛时期 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 边达海岸沿岸以及库叶岛 东至日本海 西至吉林内蒙古交界的白城 大安附近 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 当时全国设有五经十五府 六十二州 一百三十余县 是当时东北地区辽阔的强国 渤海居民以墨赫人最多 还有汉人和少量的突厥 契丹 受当时强大的唐帝国的影响 渤海国全面的效仿唐朝封建文明 依靠渤海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 繁育发展了其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 当时的渤海国共传十五世 历时229年 在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在中原文明的影响下 渤海政权迅速完成封建化的进程 各项制度效仿唐朝社会 经济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其中他们的上京城形式制度 还效仿了长安 成为了东北最大的城市 在926年契丹国兴起之后 渤海国就被契丹所灭 通古斯建立的另一个著名的国家是金国 金国始建于1115年 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 女真族的祖先 很早就出生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 女真之名初建史籍 并受契丹所统治 女真完颜部为首的部落 联盟建立之后 很快就统一了女真各部 此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 在1114年 女真族的领袖 完颜阿谷 惠师 于来和 向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宣战 之后取得胜利于1115年称帝建国 国号大金 金朝建立后 在户部达岗之战中大败辽军 随后展开了灭辽之战 金国先建都惠宁府 后迁都北京 再迁至河南开封 金灭辽后 于北宋变成敌国 所以金太宗完颜成继位后 很快席卷南下 于1127年灭亡北宋 此后金与南宋多次交兵 南宫北伐 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1234年蒙古兴起后 金国被蒙古所灭 关于通古四人 有个被世人所忽略的事实 就是建立历史上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的满族 其实是通古四人女真的后裔 也就是说 清朝是由女真人建立的 是历史上的第二个 也是最后一个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统治者为出身 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士 清朝初期 通过剃发义服来抑制民众 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 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 对外实行海禁 闭关锁国 拒绝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输入 这些政策就维护了 清朝疆域和扩张社会稳定 但也却导致了其统治期间内 此起彼伏的问题 以及后期的极度衰弱 因为在清朝的后期 它成为了西方殖民国家 侵略扩张的对象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 所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1912年 普仪退位清朝结束 随着清朝的灭亡 通古斯这一古老民族 建立的国家历史也就结束了 而无独有偶 在清朝灭亡的四年前 俄国的西伯利亚森林的通古斯河畔 突然也爆发出了一声巨响 随之一个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天空出现了强烈的白光 气温瞬间窜身 足以把人炙烤 而爆炸中心的区域草木烧焦 70公里外的人也被烧伤 还有人被巨大的声响 耳朵阵笼 不仅附近的居民惊恐万分 而且还涉及了其他国家 比如说英国伦敦的许多的电灯 瞬间熄灭 造成了一片黑暗 欧洲许多国家的人们 在夜空中就看到了白昼般的闪光 甚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 也感受到了大地在颤抖 所以这一次通古斯爆炸 就释放了1500万吨级的能量 那么记录里显示 这一次大地震 震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这个千万年来 一直默默无闻的地区 人们不禁地发问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是天神给萨满的一个警示吗 预示着通古斯族后裔统治的帝国 即将结束吗 所以细思极恐 从遥远的贝加尔湖一度入主中原 从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开始建立国家 并一直持续到近代 神奇的通古斯人在历史上 演绎了一段不朽的传说 所以大家觉得呢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我们当个故事听听就好 因为有部分未经证实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 记得我们的视频是每三天更新一次哦 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呢 进去翻找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